第四場比賽 紅方角落身高177公分年齡31歲 來自中華台北代表台灣 Zentokai 王子楊 抄襲台灣CAMP 勝宇哲 讓我們回到台北體育館 WTT Antella Dragon 第四十二場賽事 男子組輕量級喔 紅方王子楊代表台灣禪道館 藍方TKMC的選手Helter 來自法國 是 我們的賽事真的是 來自各國的好手都來了 從法國來的選手都有 沒錯 越來越國際化 今天有看到香港 美國 法國的選手 Helter他手真的放得很低的那種選手 沒錯 他過去已經練習賽 接腿 直接帶出地板 現在王子楊把Helter鎖到他的全防禦裡面 我要做一個反轉 沒有完全控制好兩個又站了起來 沒錯 這個 Helter選手過去長達15年的時間在練習散打 也是蠻多職業選手的練習員喔 是 王子楊選手呢 則是在殘道館修練過空手道與跆拳道 並且參加過多次WOTD的業餘賽事喔 對 所以其實王子楊他在我們的賽事也算是老常客啦 沒錯 多次獲勝 我想Helter現在試著要過王子楊的腿 不過王子楊的現在右腳有一個像Botterfly蝴蝶的鉤子 那在柔術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鉤子其實還蠻強力的 有可能把對手翻起來 沒錯 Botterfly蝴蝴喔 回到全防禦 現在經過全防禦 這麼看在下位的王子楊特別注意 就是從上而下地板拳 所以他就是抱著Helter 試著想減少他們之間的距離 減少攻擊的距離 沒錯 減少出拳的拉弓動作 喔 可以讓對手拳的力道下降很多 喔 王子楊有一個左邊的上拳臂試圖控制的Helter的右手 那這個機會 這個很有機會可以做一些像是三角鎖的一些組合 不過這個角度還是有點太正面了 如果以樓術來說 如果做這個overhook 所謂的上拳臂這個 再從防禦的來做的話 可能要身體要再撤一點 比較有機會 沒錯 任何Closka的攻擊都需要做出角度喔 對 非常重要 沒有條度的Closka是沒有威脅性的 先往這樣試圖站起來 對 在下位紅方是王子楊 有的選手想要趁對方站起來的時候 予以追擊啊 但是沒有成功 有的選手想要趁對方的 對方的選手想要趁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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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的選手想要趁對方的選手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最後的選手用下圈必要 將王子楊選手壓制在龍邊 那兩個這樣卡在這邊 目前應該會等到時間結束 沒錯喔 嗯 一回合結束 那我們回到 第四十二場 男子組青湯級的賽事 第二回合喔 紅方王子楊與藍方Helder 哇 現在Helder直接抓了一隻腿 要試圖把王子楊帶到地板上面 不過王子楊沒有這麼容易就被摔啊 沒錯 來自法國的Helder選手 閃打經驗多年喔 多次做接腿摔喔 都有不錯的效果 對 王子楊選手也不遑多讓喔 在纏鬥上面 他有非常深厚的防摔技巧喔 是 現在楊壓到龍邊啊 看到Helder他還是沒有放棄 還是一直壓著王子楊在龍邊 試圖把王子楊帶到地板上 回去防止對方吸擊喔 但是兩次防禦失敗後 被王子楊選手翻轉 又是一個強力的吸擊 互相吸撞喔 而且Helder的左手 他手是卡在對方的大腿 就是防止吸擊 沒錯 這是一個標準防止吸撞的動作 王子楊選手反而相對被動喔 因為他做的是圈臂喔 對 所以選擇圈臂與擋住膝蓋喔 這都是在MMA賽事中必須要學會的技巧 是 現在賽事陷入膠著啊 兩位選手不斷的嘗試吸撞喔 並且在龍邊纏鬥翻轉 王子楊選手試著拉大架式喔 把腳步站的範圍拉開喔 喔 鄭宇哲選手 鄭宇哲裁判 停止了纏鬥喔 讓兩位選手分開 從立即重新開始 是 因為兩位選手如果抱在一起 沒有太多的攻擊 或是 沒有太多的互動的話呢 裁判就 有權利把兩位選手分開 然後重新再 站立即開始 喔喔喔喔喔喔 高邊腿 還給他一個傷害 王子楊現在只能hold著 只能兩隻手相撲 選手突然一個轉速全開喔 但是王子楊選手 憑著精湛的clinch技巧 就像剛剛一樣的位置 我覺得Helder嘗試了這麼多的takedown 似乎都好像沒有太有效果 都一直是壓在籠邊 最多就只有這樣 沒錯 其次比較大的摔技 都是接腿摔喔 所以他是否要改變一下戰略呢 回到立即打擊的時候 做接腿呢 剛剛好幾次他像一些接腿 然後接摔的動作 都還滿有機會 如果是定在籠邊 這樣子做摔的動作 似乎有時候王子楊 還有搶到比較好的一個機會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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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並沒有對於Helder來說 有太多的優勢 柏達佩爾西吉的進攻 也是滿有效果 沒錯 第二回合結束喔 兩位選手即將進入第三回合 讓我們回到 第四十二場 男主輕量級的MMA賽事 紅方王子楊 藍方Helder 我們看第一回合的時候 其實之前Helder有一些 想要做一些摔 不過王子楊抗摔真的還不錯 沒錯 嗯 然後看第二回合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一樣試圖 想Helder還是一樣試圖 想要接腳 看那個漂亮的敵邊 嗚 右拳 想Helder有一個很好的clinch 也很好的手相撲的控制 哇漂亮的圓圈 王子楊選手持續的壓近喔 並不害怕對手的重拳 嗯 嗯 有敵邊 這個像Helder選手似乎在抓對手移動 跟攻擊的空檔 對 哇又在一個敵邊 其實王子楊他也還是要對於 Helder的敵邊要特別的注意阿 因為一直敵邊 如果沒有再做任何防疫的話呢 會有可能 會有一些很重的傷害 沒錯 嗯 這邊也特別講一下喔 這是法國團隊來台灣比賽喔 有說喔 這些選手雖然有練過各種MMA喔 但是並沒有辦法在法國比賽喔 因為MMA目前在法國是違法的 嗯 哇 一個低邊 再一個 這樣這種多次的低邊 其實對王子楊他的左前大腿的左側 其實 哇 哇 一個knocked out 哇 一個高速的上段喔 讓王子楊迫不及防阿 不過很快王子楊回穩喔 遇到一個小亂游回穩了以後呢 把Helder壓到牆邊 龍邊 那也是一樣 那也是一樣 Helder也試著嘗試的去摔 不過呢 感覺兩個人僵持著 喔 喔喔喔 舉了起來 Helder拿到要摔壓 現在進了一個半防疫的位置 揹個抱腿脫靴喔 已經被人帶到地板了 看到王子楊他使命的抱著Helder 減少進攻的距離 像上位Helder上位開始敲 剛剛Helder試著要搶 做一個搶背的位置 不過王子要立刻防住了 現在做了一個像是 Helder讓人給予停 這個斷頭台動作非常明顯 這個裁判哲宇哲做了一個check 時間到了 選擇本場比賽結果 30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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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3比0一致判定獲得勝利的是 藍方Helder在200U 恭喜來自法國的藍方選手Helder 2比8 8.3比10 1比2 1比4 1比5 1比6 2比5 1比5 2比5 4比6